我從小到大都好像跟身邊的女生不一樣 我身邊很多女生都很喜歡玩Barbie 也很喜歡玩玩玩偶 但我喜歡打球和玩那些車仔 直到上二年級的時候 我發現自己好像是喜歡女生 但那時候可能因為小時候 所以不覺得那些是拍拖的喜歡 也不會想那麼多 就覺得我喜歡他 貼著他 開心就可以了 然後慢慢越來越大 我連找朋友都喜歡找女生 直到中學 我跟了一個女生在一起 我跟她分手之後 我才發現她跟一個男生在一起 我就開始懷疑自己 是不是因為哪裡做得不好 還是因為我是女生 所以就比不上那個男生呢 然後我就開始覺得 我是不是有問題呢 為什麼我要喜歡女生呢 感覺嗎 我覺得不知道 不知道怎麼說 喜歡就是喜歡 我可不可以喜歡男生 我覺得男女一起 就是互相喜歡很難 就是跟同性 就是難上加難 其實為什麼我要這麼辛苦 為什麼不可以喜歡男生 我抱著這個想法 和男生在一起 希望自己純粹是因為 沒有發現男生的好 所以才喜歡女生 我覺得是不需要 覺得其他人覺得你奇怪 然後你就去改變自己 去喜歡你不喜歡的東西 直到我遇到她 我的想法開始改變 她常常欺負我 常常玩我 但是其實她對我很好 也都很疼我 還會常常陪我瘋 她有給我很多悶悶的安全感 喜歡就行了 你都喜歡 我真的喜歡你 應該是吧 賣了這麼久了 嗯 不錯 不錯 整體一個想法行不行 我真的沒什麼想法 最重要是你自己開心 是 那你覺得她怎樣 嗯 不錯 不錯 乖 那我呢 你 好像會招呼人了 又是送給別人 又是送別人去坐車 像男生一樣 我有個很好的媽媽 因為我身邊 在這個圈子裡的朋友 很多都說 媽媽一定要叫我結婚生孩子 而且她之前已經警告我 一定不可以 所以其實我覺得她們很慘 而且看到她們不開心 還有我現在身邊一個人可以 支持我 支持我 所以我覺得 我已經 要 要自足的了 最重要是尊重 因為 每個人都可以自己選擇 尊重 就算你自己不是 她們都是人 就是不要因為一個人 是同性 不喜歡 或者討厭自己 我覺得 就是不要在這裡寫 那裡說 我不正常 我竟然喜歡一個女生 就是 其實 沒有說真的不正常 所以 我們要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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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